好 咱先回家上节课内容啊 上节课讲什么来着 上节课讲的是发送 是吧 发送什么叫发送 就好比跟这太阳似的 不断的向外辐射 哎 这个能量啊 信号啊 就发射出来了 发射出来不行啊 有发射 必有什么啊 必有接收 比如说太阳发射的东西 哪是接收啊 那我们眼睛肯定是接收 对不对 哎 你说眼睛没有眼睛看见 哎 就就这么晒到地面上了 那谁接收了 大地接收了 是不是肯定 甭管谁接收的 有发射 必有接收 有发射必有接收 发射英文是什么 transmeter transmeter 那接收是什么呢 接收就是receiver receiver 就接收的一个东西 发送 就太阳嘛 是阳的一面 而接收是什么 是阴的一面 假如我这说话呢 哎 我这说话呢 那谁接收呢 哎 那那应该就是这个 我我跟谁说话 谁的耳朵就接收 人听了之后 然后再跟我说 人的嘴就是发射机 我的耳朵那就接收 机收音机收音机收的是什么 就是声音嘛 就是声音 那么先看看发射机 发射机 491电台 的发射机 这是一个机柜 可以打开啊 当然里面现在这个机柜空了 可以看到里边有一些仪表盘呀 什么的 都是 原来就是这个 这个等于是他里边信号的这个放大 功率的放大呀 然后再接到哪呢 接到天线上 然后再从天线发射出发射出这么一过程 那么发射呢 Transmitter 接收呢 Receiver Receiver Receiver呢 就是从谁来的 Receive来的 Receive什么意思 Seeve Seeve好像就是感知啊 或者获得呀 某些东西的意思 Receive呢 哎 等于是这个这个收到了 收到了 Perceive呢 感知到了 Conceive呢 就怀了运了 怀了运了 说这个收音机呀 就属于纯粹的这种接收的东西 我们今天呢 就来看这收音机的发展历史 收音机就是只能接收 它不发射 不发射 它和这个这个这个对讲机还不一样 对讲机有时候能发 有时候能发 有时候能收 是吧 你说收音机有什么可说的呀 早年间叫画匣子 是吧 画匣子 这个收音机别看它很简单 今天我们觉得它很土很落后 但是当年这可是 最先进的高科技呀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信息化的感觉 声音啊 从天而降 好比就听到了这天而通似的 听到全世界的声音 遥远的地方 哎 就有个声音你就能听到 有什么新闻 你也能知道 好听的音乐 你也能欣赏 是吧 这怎么过来的呀 哎 那那当时刚刚接触这个 的人 其实肯定感觉着很神奇 是吧 很神奇 专门receive东西的 receive东西的 这是一种模式啊 他也促进了一种就是从一个巨大的发射机 像多个接收机的这种这种广播的形式 后来广播的不光是无线电台 还有电视台 也是电视机也不能当发射机用啊 一般来说 直接收信号 把不发送 PPG也是 哎 收到一个呼机的 哎 请回电话多少多少 哎 这就就就回电话 是吧 回电话 那么最早的收音机呢 其实是矿石收音机 是吧 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 这块有一些介绍 是吧 哎 他接收的天线呢 就在空中滑来滑去 就好好比说这块有一根天线 哎 这块 这根天线呢 就这么举着 那么这么举着 对着这边 对着那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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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台 等于是他对应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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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机的这个方向 接收效果最好 滑来滑去 滑来滑去 找来找去 对来对去 哎 找到合适位置了 哎 那么他的主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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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流靠什么呀 什么叫整流来着 把交流信号整成直流 当时靠什么 靠的是猫的胡须 是吧 猫的胡须 猫的胡须 哎 那么 他整个这个这个调节的方式呢 是调电感的方式 你看这是多个档位的电感 是吧 多个档位的电感 通过调不同的电感就可以调 这个电容也可调 是吧 电容 高平行号这么走了 低平行号这么走了 不高不低的通过这个二级管整流过来 然后在这续续续集一些电荷 耳机就能听到 是吧 耳机就能听到 这也是电感可调电感 啊 可调电感 那么 这些东西你说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们看起来没什么用 但是如果真正是 这个你是不知道他有什么用 但你了解这个东西 比如说在战争期间 是吧 战争期间 哎 那你如果这个军队掌握了无线电技术 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是吧 哎 土归土 但是呢 这些东西 都得有 都得有 就背了一小箱子 是吧 化物源 哎 别小看这个 哎 这个通 这个通信啊 非常非常重要 重重 而且军队的 这个质量 非常绝对的强大 是吧 哎 早年间的军品 是用纯银打造的可调电感 完全不计成本 是吧 你说这个东西 他也得结实 不能像咱似的 说一个遥控器 啪一下 掉地上摔坏了 蹭了 那不行 是吧 那掉地上都不带坏的 从从从二楼上摔下来都都都都结结实实的 是吧 那简直就是金拉有金拽是吧 金铺有金盖啊 金灯有金踹 摔到地上是吧 就跟没事一样了啊 是吧 这个 这 这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这些 很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比如说可调电感 我们刚才看到可调电感 早期是可调电感 什么样呢 这不就是吗 是吧 你通过不同的接口 接到不同的线上 不就可调电感了吗 是吧 可调电感了呢 当然还有什么呢 可调电容 可调电容 这里面呢 rp代表线圈和这个电容的里面 这个这个这个存号 存号 那么还是电低频的从这走 是吧 低频 低频的也什么呢 这 组抗等于2πrl 低频吗 频2πfl 低频就从这走了 高频呢 它的它的容抗等于2πfc分之一 就这么走了 不高不低正合适的 我就要这一段的从哪走 从二级板过来积累一下 给负载 是吧 给二级了就 这电容就可调了 这电容可调 什么叫可调电容啊 最最原始的可调电容 啥样 这样 你看这 这是电容 这不是叫纸片吗 纸片是纸片 但是你旋转那纸片的横接 它这个这个接触面积 不是有所改变吗 接触面积有所改变 它互相之间的电盒吸引能力 不就不一样 容纳电盒能力就不一样 是吧 哎 你用纸盒吧 也能作为可调电容啊 是吧 这是最早最早的 后来呢 就是很专业 你看这个 这这东西 它就能拧 他一拧 往左拧 往右拧 通过拧这个 控这个 哎 改变它的这个接触面积 这都是古代的这个 可调电容 可调电容 这是什么呢 哎 这是两个可调电容 看到吧 两可调电容 一条条 叫双联 双联 有双联的 三联的是吧 四联 四联是美发啊 色良美发 那么这个 哎 你看 KH是千赫 是吧 赵H呢 是赵赫 是吧 赵赫 短波到调幅到调频 是一步一步的 那么这个无线电收音机呀 最早的时候 它是挺复杂 一装置啊 你看多有个旋钮啊 旋钮加开关加档位 这无数的 这一款呢 是复刻机 复刻机 就当年有这么一款 是RC公司的 还记得RC是什么样的公司吗 是一个垄断的寡头公司 是由吸污电器 这个通用电器 还有美国水果 就是联邦水 联合水果公司 还有这个 呃 是吧 转播 就是你可以通过它 带带出来 就有点像中继的感觉似的 转播了 你看它调的按钮 这非常非常复杂 任何东西都是一样 早期的时候 看着非常非常复杂 但逐渐逐渐就会简化 哎 就会简化 而且呢 会所谓的标准化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产品 哎 大家都学 就这么简单 因为大家如果说 你需要这么多 论你帮到选钮的话 大家用起来不好用 作为用户 它是很不爽的 哎 它怎么进化呢 哎 往前走 你看这就四个旋钮 是吧 四个旋钮 一个灯 这看起来呢 就非常非常简 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那这个 这个收音机呢 我们来对它进行拆解 啊 我们来对它进行拆解 啊 这 这个是什么收音机呢 哎 这块写了 什么收音机 特斯拉 是吧 是东欧产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收音机 啊 这个呢 是这个 非常感谢 丁老师 在无线电方面 对我的帮助 他的呼号呢 是BGERP 啊 BGERP 那么 这个 他就是 我 我学会的东西啊 很多都是 他教过我的 如果说 我说的不对的东西 那很多都是 我 我自己 自己瞎想的 自己瞎想 那么 这个呢 是天线 这个呢 是地线 就等于是插上去了 这是电源 电源 他有多多档位的 是吧 多多档位的 这块是什么呢 这个是电唱机 电唱机就是 不光能够收音 还能还能有一唱机 给接过来 接他这个喇叭用 除此之外 他还可以外接一个 公放的喇叭 这是整个的一个 这个圆 这个这个这个 图 这是整个的这个图 那么这个是箱子背面 箱子背面 这是箱子背面 箱子背面 然后再看箱子里边 是什么呢 里边这样了 哎 这个这个 你看这是什么 可调电感 能调吗 哎 我们我们调的 一看看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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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感 感觉到调了 他通过哪 哪调的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块 他有这些旋钮 在这扭 扭 扭动这个旋钮之后 他就传动过来了 哎 这几连呢 双连了 你看这俩 你发现了吗 俩 这个这个等于是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传动过来 传动过来 这俩就跟着 跟着一起跑 前面的这个旋钮 可以调节电容啊 就是前面的旋钮 可以调节电容 那么 刚才呢 这是粗条 很粗略的调整 后边呢 还有细条 什么叫细条呢 哎 这后边呢 就是这个 有一个小杆杆 这个杆杆呢 就是细条 仔细的调节 仔细的调节 你看 他他他他也可以调节的 有粗条 有细条 这样就能调得很精准了 很精准 当然还主要这个是一个电子管收音机 从 框收音机 进化到了什么呢 电子管收音机 这就是各种各种各样的电子管 他有一个预热时间 不是说现在呢 像咱们的 波一开半导体的 就就就能就能听了 他得等一等一下 你三级管 你得让那个灯丝热起来 热起来之后 你才能够听音 是吧 哎 预热时间 有预热时间 这灯丝热啊 阴极才能发射 然后放大才能有这相应功能 是吧 内置的喇叭 你看 这个就是一喇叭 这是一喇叭 这喇叭呢 你去摸它去 它还真不蹦蹦蹦的跳 哎 蹦蹦蹦跳 这个这个是这个位置啊 这这是那喇叭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买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凭证啊 当然都都成文物 是吧 都成文物买的时候的凭证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 这么一个喇叭 喇叭 你就是你 他 但是以前讲的蛇黄喇叭 是吧 哎 就震嘛 哎 你当他出声的时候 你就摸上去 他就真的震 他 就是你摸上去 能够感觉到那个震 是吧 能够感觉到那个震 那这个呢 是四个旋钮的 后来呢 这这个是多少个旋钮呢 这个就是俩旋钮 是吧 俩旋钮 逐渐逐渐 就简化了 用户需要简单 有俩旋钮最简单 一个旋钮管音量 一个旋钮管频率 就是一个条台 一个条声 声音大小 是吧 这就是一个经典模式了 甚至可以把这个天线呀 也集成到一起 尽量的小型化 尽量的小型化 尽量小型化 当然如果说你把这个天线做成一个底下有一个旋转的东西 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雷达呀 它可以类类类似于一个我可以看看哪个方向 他这个这个信号墙啊 那个方向信号墙的地方是不是有这个这个人在发电报啊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这个发电报的人的位置 是不是 哎 这这 以前有有这种敌特影片呀 就就就是你说抓头怎么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抓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无线电分店发报者的发送端的位置呢 肯定有相应的无线电的方法靠的是发射机还是接收机 肯定是接收机是吧 接收机 这个收音机做多了之后呢 也会彼此之间竞争 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些外观工艺做的很好的机器 就会凸显出来 就像我们后来的一些圆角的呀 比如说只用一个按键的呀 看起来很好的呀 这个从从这个计算机到收到到手机 它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 它有一种美学在里边 美学就是这种圆角啊 这种这种这种调的这种美感这种设计感在里边 它不光是一个使用的东西 而是有工业设计的这种这种美在里边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木头做的 当然这个不光是木头做的 而且它这块写着手卷充电 是吧 手卷充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手摇 就是最早的这个救生电台不就是在海上 然后拿手摇摇摇摇摇摇出来 那个灯亮了之后才能发滴滴滴 哒哒哒滴滴滴 这样的声音的吗 那这个里边呢就是很安全的 让人安心啊 可以可也可以调 但是它主要是要靠手摇 手摇发电 手摇发电有个电池摇完了之后呢 可以使用8到10个小时 当然不是说你摇一下的使用8个小时 你也得摇一会儿了 是吧 你一边摇一边听 这又锻炼身体 又又又听收音机了 是吧 又锻炼身体又听收音机了 还有什么呢 这个就是整个收音 这个这个直流了收音机 直流了收音机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收音机是应该是说是家里面很豪华的一个电器 就是当时家里面讲究这个三转一想啊 三转是哪三转呢 手表它就在转 是吧 可以转的吗 一看手表有个纸针嘛 转 自行车是转的 还有什么呢 是这个缝纫机是可以转着走的 一想呢 指的就是收音机 说家里边得有这个才算是这个 这个这个比较比较这个富裕家庭嘛 富裕家庭 甚至呢 这个都属于一种收音机属于一种高档电器 属于最早期的一种 除了这个这个电灯电话之后的一个 这个叫一个大规模应用的这么一种电器 那么这种电器的比较增风造极的情况是什么呢 哎 就是熊猫牌1501落地式这么一个收音机 它呢 是多功能的 有三功能 收音的功能 可以调台吗 还有什么呢 电唱机的歌唱盘可以听 录音的功能 三用机 这木头都是好木头 油工都是好油工 就连这绸子都是最好的绸子 哎 这是哪做的呢 是南京无线电厂 哪年呢 1958年 58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 一机部时局是下达任务 作为县礼产品的这么一部机器 一般人还用不了 只有人民大会堂 还有中国驻外使馆能用 总共200台售价640块 啊 也640块 像咱一般家庭用不了这个 只有特别特别靠后的之后 才能家里头买一个这个收音机 就是普通收音机 那普通收音机什么样呢 我记得小时候呢 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 没人那么好 但是也能也能听 是吧 也能听 有一条台 有一有一开关 是不是这牌的 应该记不太清了 好像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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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都听什么节目呢 小小时候呢 就听这个小喇叭 怎么怎么什么呀 什么声音呢 哎 打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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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 啊 小小朋友们 你们好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哎 是这么这样的 哎 都有什么广播呢 比如说这个孙静修爷爷讲故事 啊 讲很多故事 那还有反正反正很多很多故事 然后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非常强的人 我应该感谢的是谁呢 就是这位 哎 因为 因为什么感谢他呢 我我调台的时候 经常调到每天十十三点 就是下午一点到一点半 这个时间点呢 他播这个每日相声节目 哎 正好是一点半上课 我每回都拖到差不多一点二十一点二十播 听完再走 因为带不动啊 没有那种 随身携带的这个 这个收音机 听到 没有 就经常迟到 就 就 每日相声节目是哪赞助的呢 是这个 下面 请您收听 北京市大碗茶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为您特约赞助的 每日相声节目 哎 然后呢 就就就放相 挺挺有意思的 但是 这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是哪呢 其实就是前门呢 前门有一个人啊 他他呢叫尹盛喜 专门卖大碗茶 后来呢 这个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 就是在前面那块有一个老舍茶馆 老舍茶馆 那么 呃 这个 就是 陪伴了我的童年啊 陪伴了我的童年 那么 还有很多这个 就是收音机还继续往前发展 是吧 就会逐渐变得很小 哎 有一档 AM 有一档FM 调音量 调 调这个频率 是吧 调频率 那么 然后还有多功能 是吧 多功能 比如说 他可能会 有这种照明功能 或者手摇发电功能 这不是手摇发电吗 是吧 还有照明功能 可以可以当手电筒用 总而言之 这个收音机和任何电器都一样 他从一开始很复杂 不太好用 到后来的简化 就这么几个 几个几个旋钮啊 他是手电呢 还是收音机啊 还是什么呀 一简化的另一方面 其实多功能 原来只是纯粹的收音机 现在居然有手电的功能 是吧 哎 现在居然甚至有手表的功能 是吧 一方面是简化 越来越简化 另一方面是集成化 越来越多功能 另一方面呢 是体积越来越小 不光是手机 不光是收音机 包括后来的打个打 就发展到今天的手机 是吧 最开始的计算机 发展到今天的什么 平板电脑 甚至手机 其实也是 都是不断的 你看 用起来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傻瓜化 越来越简单 然后呢 功能越来越多 原来就是算算数用的 后来可以电子表格 后来可以做一些PPT 甚至可以看视频 哎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小型化 原来是 特别大 一个屋子都装不下的电脑 现在呢 只用手就能够拿得住了 这是一个整个的趋势 那么咱们上次呢 讲的是这个发送 这一次呢 讲的是这个接收 是吧 接收 发送是transmitter 接收是receiver 那发送和接收 他们两个怎么协调起来的呢 他们这个怎么怎么 就是说发送和接收 他怎么才能够对得上呢 比如说我们收音机的时候 经常调这个频率 调这个频率 调的是什么 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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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下次再说